普里镇大南社区旁是高大尊东干县道鸿西宫出水口 由于水质冷裂清澈 早期的居民都习惯在此处洗涤衣物 为了方便乡亲洗涤 南投县政府地震处在大南社区重化后 也利用公社基金设立做洗衣池 但因为设计不良让洗衣池内充满淤沙 也让原本县府的美意造成乡亲的困扰 因为林郭大尊的水来是很清 很冷 大家是说如果夏天时来这儿浸一个水 浸一个核都很好洗 就是因为我们驻扎设计的部分 就是不去考虑这个暗空的问题 暗空比水面更高 所以会造成污泥的沉淀在这里 所以大家这儿的阿桑小姐这儿 有点欢迎 希望我们政府永早给我们改善 县员吴国昌在接获陈勤之后 日前也前往会刊 吴医院表示 当初设计确实会让泥沙淤积 造成乡亲的不便 他也要求县府尽速来改善 让乡亲能够更方便来使用 因为它的白水不良 所以也会改善 不要用泥沙来混入水里面 变水滑滑了 洗衣服也没有卫生 所以来经过抗担日 你说这儿有必要改善 经过立场来向我欢迎 今天来的现场 看到了一定在这间旗当中 要改善给它 符合它们的要求 符合水质的清旗 来让我们来服务洗衣服 有一个真正好的环境 现议员廖志诚表示 虽然政府每一要方便乡亲 但在设计上也是需要寻求 当地居民的使用便利性来设计 才不会造成乡亲的不便 也希望县府地震处 参考居民的意见来改善 方便乡亲来使用 盖这个洗衣厂来方便 让我们在那里的主妇 可以去洗衣 洗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 但是就是说要修改 让它可以复合它 想要用的这个标准 其实这很简单的就是说 它的空间要看得到 和它的高度和水 它的水的深度 当然那都各方面要去 就是在改善设计的时候 要拜托它去找地方 在那里有在洗衣装的人 在那里说 是不是跟他们讨论一下 如何改善 可以复合到 我们实际上 要让人可以在那里 洗衣装的一个做法 县议员吴国昌 廖志诚 王才云表示 政府的建设在合情合理合法之下 还是要符合当地使用者的 使用习惯 才不会造成 没疫便饶民的窿禁 副议长潘亦全 希望县府及相关单位 要精速来改善 让居民早日 有方便洗涤的空间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导